乌克兰200名军工专家突然奔赴我国进行技术援助 而乌克兰这番讨好中国的行为 让不少人直接看傻了眼 这些军工专家为何突然要对中国进行技术上的援助呢 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苏联留下的财产 让全世界的国家都为之流口水 就连我国也不例外 当时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 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得到苏联的技术遗产 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一定会迎来巨大的提升 虽说我们不求能够完全得到苏联的遗产 但能够得到我们需要的军事技术就可以了 毕竟一个国家的强大 还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当时的乌克兰可是继承了苏联35%的军工产业 不仅拥有着洲际导弹生产基地 还有黑海造船厂等大型工业制造厂 于是我国一直在向乌克兰进行交流 希望能通过金钱交易 来获得乌克兰手中的一些武器技术 就比如我国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 就是从乌克兰手中买过来的 我国本想将这艘航空母舰买回来 再加以改造一下 正准备动手改造的时候 我国却发现国内没有一个技术人员 知道该如何下手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我国不就相当于买了个装饰品回家了吗 此时的中国才知道 我们不仅要拥有精良的武器 还需要优秀的军工专家 于是我国为了能够吸引优秀的外籍人才 在此向乌克兰的军工专家抛出了橄榄枝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之后 乌克兰一共有200名军工专家 愿意来到中国工作 而这些军工专家来到中国之后 果然也不负中国对他们的众望 他们将自己学到的知识 毫无保留传授给了我们中国 除了帮助我们完成了辽宁舰的改造以外 我国在此之后制造的破冰船雪龙号上 也能看见他们奉献的身影 可以说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 我国的军事力量才会提升的如此之快 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让中国逐渐成为了 谁都不敢招惹的大国 在此之后 有人采访这些军工专家说 来到中国之后有什么感受 而他们回复称 来到中国之后感受到人民的热情 并且很庆幸当时选择了中国 而不是选择了美国 其实当时有很多国家 也向这些军工专家发起了邀请 并且待遇还比中国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来到中国呢 乌克兰200名军工专家 突然奔赴我国进行技术援助 而乌克兰这番讨好中国的行为 让不少人直接看傻了眼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内部一直都有两股声音在争吵 一部分是亲西派 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 才可以带领乌克兰走向辉煌 而另一部分则是亲俄派 这些人认为乌克兰离开俄罗斯之后 苏联的留下来的军工产业将会卖不出去 就这样 乌克兰内部的两方人马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争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所以那段时间 乌克兰的发展一直很不稳定 他们为了能够维持社会的经济 不得不将苏联的武器遗产变卖了出去 于是乌克兰就把自家的航空母舰给拆了 并将航母上的零件转卖给了美国 除了这些以外 乌克兰还将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都转卖给了西方国家 只为了能够换取那可怜的生活费 虽说这些能够暂时缓解经济压力 但这样一来 乌克兰简直就是自断经脉 没有了军事科技的乌克兰想要发展成强国 无疑是难上加难 随着乌克兰转卖的武器越来越多 国内的军工制造厂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关上了大门 这就导致了乌克兰有许多军工专家失去了工作 他们甚至为了谋生还当过服务员 后来当他们听到其他国家引流人才的计划之后 这些军工专家就明白 如果想要继续进行着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就必须离开乌克兰奔赴到其他国家 根据相关信息统计 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到2002年这期间 乌克兰的流失出去的军工专家高达3万人 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无疑是高兴的事情 但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们可能就要欲哭无泪了 而这些流失出去的人才大部分都跑到了西方国家 只有少数部分才愿意来到亚洲 尤其是中日韩三个国家 成为了乌克兰军工专家的首要目的地 如果你是乌克兰的军工专家 面临出国进行科研工作时 你会选择去哪一个国家呢 我想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选择美国 毕竟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 要技术有技术 要人才有人才 只要你能过去为美国服务 美国肯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而且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就开始霸权主义的时代 我想大部分没有人会拒绝美国给出的诱惑 当时的乌克兰大批的优秀人才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就选择去往美国发展 但想象真的很美好吗 其实并不是 等到他们前往美国之后 这些人才发现自己进入到了地狱里 刚开始这些乌克兰专家来到美国之后 确实是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 并给了他们最好的待遇 这些人本以为美国是重视他们个人的价值 殊不知美国只是为了获取他们身上的技术 等到美国窃取他们的技术之后 直接一脚将他们踹到了角落里 并且还将他们全部囚禁了起来 虽说这些人由美国养着 但他们却永远失去了自由 毕竟美国是不允许这些人去往国外发展技术 很快这批乌克兰优秀人才的遭遇被爆了出来 也算是给想要去美国的乌克兰专家提了个醒 除了美国以外 他们便把目光看向了亚洲 当时的日本拥有着高端的技术 而韩国则是奉上难以拒绝的诱惑 对比上面这两个国家 我们国家给出的条件可就一段苍白了 当时的我国出于发展阶段 根本无法拿出丰厚的奖励 从今只能保证他们的来回机票 并且还可以签订双向选择 如果觉得中国的技术不好 还可以回到乌克兰 当这些军工专家看到中国如此重视 他们便选择来到了中国 他们之所以背景离乡来到中国 除了感受到我国对他们的重视以外 另一方面也是跟瓦良格号有关系 毕竟在苏联解体之前 他们就一直负责制造瓦良格号 但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 瓦良格号都没有完工 所以他们这次来到中国 也算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 我国也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直接让他们在西安安家落户 还免费为他们分配了住房和工作 在之后的日子里 我国和这些乌克兰军工专家 还一起研发出了猎鹰妖舞等战机 而中国在他们的帮助下 国家力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 我国也不会发展这么快 他们虽然长着外国人的面貌 但那一颗心早已属于中国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对这些乌克兰专家有任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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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